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的是国际消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13号在卢森堡会晤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双方对话长达4.5个小时 内容聚焦在台海的议题 双方都指出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是重要立场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卢森堡进行了约4.5小时的谈话 内容聚焦台海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立文 在卢森堡举行会晤 白宫表示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很重要 CNN则指出这场长达4个半小时的会议 很可能是在为拜席会铺路 而杨洁篪则是在会中警告美国 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将产生颠覆性影响 其实在香格里拉对话中 中美两国防长就针锋相对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不断呼吁 台海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是重申红线 美国想以台制化不可能得逞 提升对台售武规模和性能的是美国 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甚至跳到台前 驻台雇邦的还是美国 尤其针对1.2亿美元的最新对台军售案 大陆外交部表示这是对两岸政治的霸权干涉 也再度提及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 从今年拜登与习近平视讯会议 到杨洁篪苏利文多次会面保持对话 尽管双方都表示加强接触对话 减少误解误判 妥善管控分歧 但从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表示不惜一战的言论 已经表达大陆对美方对台政策的强烈不满 记者蔡星成报道 我们来看到由于美日货币政策分歧 日币对美元也是最近持续的下滑 13号也跌破了135大关 来到了24年来的最低水平 以便政府与央行也是表达了日币持续贬值的担忧 表示会在必要时会做出应对的措施 而日币贬值再加上俄乌战争 导致黄金 钻石的价格都在飙升 民众也赶在价格调升之前急忙抢购 日币对美元一路下探 13号突破135对1美元大关 相较于美国加速升息态度 日本央行则坚持采取货币宽松政策 导致美日利率差扩大 日币大幅贬值 今年以来日币汇率已经贬值将近15% 日本财务省金融厅和央行表达对日币贬值走势的担忧 并表示会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应对措施 日币贬值也影响到喜欢购买奢侈品的民众 由于恶物开战以来不止运输成本上涨 黄金、钻石等原物料价格也飙升 根据统计今年5月黄金平均每克8491日币 比去年同期上升19% 钻石价格也上升10%到15% 各大珠宝、名表品牌隐身上涨 让民众急忙赶在涨价前抢购 污价上涨导致人民脚苦连天 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 也在日前以政府对高污价毫无对策为由 提出内阁不信任决策案 虽然不信任案已经遭到否决 但岸田内阁如果没有提出响应对策 恐怕也会影响到西约的参议院大选 记者亮云总和报道 好 全球各国现在还在跟新冠病毒作战 但是其实也是常常有传出二度确诊的案例 像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是其中一人 虽然打过三件疫苗了 但是现在又二度确诊 不还好 状况良好 而至于泰国的副总理则是靠狂打疫苗对抗病毒 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打了六剂疫苗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才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每周高峰会回国后 在推特上自爆再次染上新冠 这是他继今年一月首次感染后 短短五个月内第二度确诊 不过杜鲁道已经接种三剂疫苗 却仍然中招 杜鲁道认为自己没有出现重症 就是因为已经打了疫苗 身体状况目前良好 正在隔离当中 泰国副总理也自豪靠打疫苗防疫 但这已经是他的第六剂 五十五岁泰国副总理去年二月 陆续打了两剂大陆科兴疫苗 接着借口要出访国外 打了两剂AZ和一剂BNT 如今又打了BNT 竟然已经是第六针 他声称要常常视察各地 接触人群属于高危险人士 因此需要一直打加强针 虽然各国拼打疫苗 但同时病毒也不断变异 全美平均每天新增十万例确诊 Omicron亚变种B.4和B.5就占了百分之十三 B.4和B.5病例数飙升快速 五月初才占百分之一的新病例数 五月底就升到百分之七点五 截至六月四号净占了百分之十三 也就是一个月来激增十三倍 一周更暴增近两倍 依照这个趋势B.4和B.5病例 恐怕超越目前占大多数的B.2 以及B.2.12.1 而且很快就会发生 记者继续报道 继续我们来聚焦是俄罗斯前总理 大胆断言俄乌战争还会再打两年 不过对比乌克兰现在陷入了武器荒 根据情报显示 俄罗斯尽管不生产任何新的武器 这个战斗力至少也可以再维持一年 至于还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来持续来看完整报道 乌军夜间狩猎俄军 利用无刃机的红外线热险上一镜头 在一处隐秘森林发现 好几名奔跑的乌军身影后 准备丢炸弹 这些乌军浑然不觉遭锁定 怎么阵亡的都还不知道 就一秒粉身碎骨 俄罗斯国防部则发布最新影片 空中击杀乌军直升机 空战地战实力启发 寄出了射程员准度高 号称不输导弹的暴风雪多管火箭炮 密中乌军基地 对比乌克兰频频向西方国家要武器 乌国情报显示 即便俄罗斯不再生产新的武器 也能维持目前的战斗强度至少一年 俄罗斯前总理则研判 俄乌战争还会再打两年 但健康状况不佳的普丁 期间可能被傀儡接班人给取代 被誉为俄罗斯最美检察长的纳塔利亚 过去一直是普丁铁杆人马 一路升官当上俄国独立国协事务副署长 最近却疑似发表同情乌克兰人民的言论 而热闹普丁被拔关 而泽伦斯基透过视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 在场有媒体突然丢出台湾问题 泽伦斯基谨慎回答 这是有人利用台湾问题搞碰瓷 大陆外交部怒批别拿台湾问题搞碰瓷 再次重申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 不能相提并论 记者综合不得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物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